人愛的生命裏面其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 食和睡睡眠是佔了我們每個人的 一天二十四小時裏面 限定是佔了我們大概四分一到三分一時間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必須要經過的 在過去這幾個星期 我們都有分享睡眠的重要 所以當然一個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可能的想法就是 應該每個人都可以睡得到 但實際上不是的 香港和外國的研究 其實一直都是說 就算香港本地的數據 起碼是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 是說他的睡眠是質量不好的 甚至是達到那個所謂失眠的定義 有些研究甚至是去到四十百分的 所以 各位如果你是睡得好的朋友 應該很慶幸的 因為其實這個真的不是理所當然的 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 是 自從去年 我們從 新冠開放之後 香港人就開始 動起來了 比如剛剛過了這個復活節 其實 很多很多人離開了香港 你會發覺很多子女也都是 不只是自己玩的 也想帶父母去玩 但是如果你的 父母是有一些 認知的問題 現在是越來越 因為長壽 一些越來越多 那可能大家要留心一下 因為很可能你的父母在家裡沒有什麼 他睡得不太差 但是當你一帶他去外地一個酒店 結果他可能會整晚睡得不好 整晚不安不落 整晚有很多的問題出現 結果是影響了整個假期的 大家開心 結果是未必可以這麼舒服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是因為 所謂認知障礙 就是我們其實那個 我們那個感受方面 我們那個 認識東西 記憶東西 其實開始是差的 所以認知障礙的朋友 其實是要是一個很穩定的 環境空間 環境一轉 他其實是遷就不到的 其實這個 其實我們人也是 我們其實去一個新地方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適應問題的 只不過我們那個理性很強 我們知道這是什麼 就已經是 調協調了 小孩子會困難的 認知障礙的 我們經常都說 好像回到小孩子 他也會困難的 所以去到一個特別的 新的環境 就有時候要小心 當然如果你是很明確知道 他是有認知障礙的 當然如果你是已經 他在用藥那些 反而可能會好些 如果你是沒有用藥的話 那你很可能要跟 照顧醫生商量 你是否需要手上拿少少的東西 去幫你 必要時可以幫到他睡覺 那些 如果不是他可能會有機會 會整晚睡不著的 但是當然還有另外一些東西 是要調節的 譬如環境的聲量 光度 調一個光 他是不要完全黑曬 因為太黑曬 他們會失去他自己的 究竟在哪裏 有很多的焦慮恐懼出來 譬如你如果是 調高一點 令他看到身邊 親人在旁邊 那可能又會好些的 所以這些 都是大家可能是 在 轉換環境在旅行的時候 需要留意的 如果你是想帶上你的長者 一起去旅行 是好的 給長者去 有得出去走走是好的 但是實際上 是要有少許準備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旅行的時候 可以玩得更加開心些